这边我 这样,然后再过来 很浓稠 看不出来吗? 这边没差 我勒 白浪费,我用这个木 粒粒 这边有点炫耀 这样 接老虎来了 老虎 两只老虎掉到坑里 对,两只 两只哦 真的 所以就这样 不合作 还蛮像的 这个可以这样子写 也可以加这个坎线 加坎线的话就是这样加过来 而胶骨我发现 它如果是底下会有一个凹凸的 它的最尖点不会在正中间 我发现每次都这样 不是偏左就偏右 然后这边比较 比较往低一点到顶点 这边再上去小小的一小段 都是这样子 就是它的最低点都在这里或在这里 不会在中间 不会对称 我发现了这一点 我发现了这一点 很酷 因为陷阱没有挖那个缸 但是我觉得是他们鲜明写字 刻之后的材料上的限制 对 第二种是材料限制之后 慢慢变成一种 一种特征 每次看到这样他们才会觉得 就是师父要我们磕成这样 各位徒弟 你不可以磕成一半一半 刚好不是这边就那边 他们也会仰望这种 这种我不知道叫模范吧 一种仰望 一种干棍 要照着模范 后来就变成大家饭 照着饭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好 现在我们来选一个 比较特别的 哪一个 我们极简 倒三角形 这样就好了 看 浓厚 嗯 第一个啊 第一个没有 就很短很短 没有 很短很短 粒粒皆辛苦 苦 好 看你们要哪一个 这个好了 看你们要哪一个 加水 干干的 应该要小笔啊 拉过去 粒粒接 一个点 再一个吃 背成啊 心 之 然后一个缝的以下 两棵树 苦 两点 再一个草的右边 然后呢 再一个七 哎 这底下是一样的 嗯 嗯 好 厉害些辛苦 中原好了 嗯 中原不准备 嗯 这样子 1 3 3 2 2 3 3 2 4